赵子龙单身踢马一条枪 旧黄中聚汉水是大败曹兵 威风不见当年啊 哎呦曹操这一仗败的可真惨哦 从汉水败回了南郑 这仗败的窝囊 曹操回的南郑坐的这孩这么一琢磨 我怎么败的 哦合着我是让赵云给吓败的 哎呀呀 如果赵云人马多我几倍 我败的还有情可说 那赵云的人马比我少得多呀 一眼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他才扎了几座营寨 我们都杀了人家的园门了 那么让人给打败了 就这一阵弓箭 那我们这盾牌手全哪去了 盾牌手都在这呢 为什么不把盾牌手给放到前面 这倒不错 像他扮平促武术一样 挨完打了 把招想起来了 那有什么用啊 曹操想在这休息几天 也就算休整休整吧 忽然间有人来报 说刘备和诸葛孔明啊 已经在汉水下寨 哎哟 曹操已经不行 我别在这休整了 我必须得复夺汉水 非得把定军山取回不可 对了我这大门口归了他 那我这汉中就没法再保全了 声杖 这一说声杖 一顿鼓响 文武都道歧 曹操举起这令箭 问谁敢讨这 做这次复夺汉水的阴谋 怎么不派将了 甭派了 我看看你们还有这胆量没有 是不是叫西蜀兵 把你们杀的是丢魂落魄 真要让人家吓破了胆啊 就没人敢来请这令了 我不派了 我派谁难爱谁 曹操举着这令 在这说话的同时 他看了一眼徐晃 呵 徐晃心里头这不是滋味啊 心说我这次的先锋官没当好 魏王看住我 这么些人大将单派我为先锋 你瞧我这脸丢的 连个老黄忠我都没截住 没截住黄忠还不算 已经都杀了人家赵云的迎门了 就因为人家赵云立马横前往那一站 连眼都不眨 说实在的 他把我吓得退回来了 说退好听 就是把我吓跑了 现在魏王举着令在那问 从许东出兵的时候怎么不问呢 当时就派我为先锋 现在为什么举着令件问我们 这是怕难为我们 不行 我还得把这只先锋令要过来 想到这样许晃是挺凶出班插手失礼 许晃不才一问 投此令 曹操左手一脸 胡须微微一笑 心里说 徐晃 你这令算讨对了 有多加小心 不劳忠福 说着 他的令件接过来 光去他爷儿不行啊 需要派一个副将 曹操刚想的这 只见从武将之中 走出一个人来 贼身高七尺开外 年纪在三十上下 面词弹金 黄中透论 一双剑围携插入兵 二目有神 三山得配四方阔口 大了六轮 海下 三流短然 出班处曹操顾手失礼 末将不才 愿助徐晃将军 一臂之力 因为汉中一带 这地理 我非常熟悉 万大王赐我一令 哦 曹操上下一打凉 这人 原来正是自己手下 马牙将 此人姓王 明平 智子君 乃四川 荡群人士 这荡群在哪啊 就是现在的四川 荡县东北 曹操乐 徐晃此去复夺汗水 有王平相助 万无一失 弥朗玉士商议而行 点人马五千 立刻进兵 不得勇 得嘞 老夫随后接令 得嘞 二将把令箭接过来了 一身炮响 率领着五千人马 等汉水与蜀军决战 这回非得见个高低上下 要不然完不了啊 徐晃之进兵呢 不说他进兵 再说说刘备刘玄德 刘备和诸葛先生 人马来到了汉水下了战 赵云和黄忠交令 把这经过怎么一说 人家赵云呢 非常有深沉 一句也没提自己怎么单枪匹马救黄忠 可老将黄忠说了 自己怎么去烧粮卫城 多亏子龙搭救 不然啊 就难以返回了 尤其是这些军校 还有那两位副将 张柱和张柱和张义呀 那是异口通声的夸赞赵云呢 赵云将军可太了不起了 是怎么具的英文 怎么救的张柱和黄忠 怎么杀队的草草 都说呀 说他玄德越听越高兴 他挽着赵云的手上下打量赵云呢 四弟 四弟 四龙 你真乃是 倍智 孤单英雄啊 难得的虎将 一师是胆 胆包深 你这胆子多大的 当时刘备 加封赵云 为狐狸将军 赐重金呢 全营上下 无不称赞折服 没有是服的 没有 你不服 你不服你来来呀 谁又当他的胆子呀 搬枪匹马 几次入重围 聚首迎来 把曹军杀得大败 既有勇又有志啊 所以人皆拜服啊 刘备 加封了赵云之后 又封赏了皇宫 别看老将军 没烧成这粮食 但是精神可嘉呀 连那副将张柱张义 这么说吧 是跟着皇宫赵云来 烧粮的这些人 是皆有风赏 刘备在营中设宴 给赵云贺宫啊 婚宴了一天啊 到了晚间 诸葛军士啊 把众文武找来 商议 商议什么呀 说是曹操此次兵败南正 他很快就会回来 他让我们四将军给吓跑了 等他回过外来的时候 他立刻就得出兵 复夺汗水 我们应该早做提防 当时军师派赵云和黄宫 领一少人马 看住椰谷方向 严防曹军来取 我随后就去接应 诸葛亮军士把令箭交给了赵云 黄宫赵云二将 刚把人马点旗啊 探报就来了 说曹操派徐晃为先锋 王平为副先锋 兵出椰谷来复夺汉水 哼 众文武一个个 按条大指啊 我家军士 劣势如神啊 曹操这盘旗啊 就好像我们军事 诸葛亮夏一样 哪个字放哪儿都知道 准知道他从椰谷进兵 黄宫赵云二将 立刻是点套迎敌 带领人马就迎上去了 曹操那位先锋官徐晃呢 来了 还耽误了点时间呢 怎么耽误时间了呢 这郑先锋和那副先锋啊 因为炸营 两人吵起来了 一到汗水啊 徐晃就要把人马带过去 说我就在江边扎营 王平一听 那可不行 怎么呢 我这徐先锋 那危险呢 怎么 如果人家蜀军来打呢 你没有退路啊 这不自己找苦吃吗 嗯 徐晃听到这把头这么一晃 上下打亮了打亮王平 资军将军 从此看来啊 下话他没说 怎么 你这兵书战策 看得不多啊 战争典故 你知道的也很少哦 王平将军 想当年 楚汉相争之时 汉王拜韩信为帅 韩信是大破储君啊 他曾经有一次 就把人马扎在河边 结果把储君杀得大败 为什么呢 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 哎呀 王平听到这儿摇了摇头啊 须黄将军 不一时 此一时啊 那是什么时候 这段故事 我知道 韩信大败储君啊 那当时储君军心焕散 无心恋战 汉军 斗志正当 韩信 为什么要把人马 扎在河边 那是战斗的需要 此之位 背水一战啊 就是说你只能前进 不能后退 没有退路啊 为此呢 汉军 一鼓作气 才把储君给杀败 今天咱们能跟那时候比吗 徐黄将军 你想想 如果诸葛亮 要把赵云和黄忠派来 你当如何 赵云黄忠 非西楚霸王可比啊 徐黄心里这不痛快 心说王平你干嘛 你左一个赵云 右一个赵云的 你是拿赵云吓唬呀 是怎么着 你要不提他啊 还好点 就冲李军这一提 我非上那边 扎营去不可 我到底看看 他怎么能把我杀败 我今儿就要学一学韩信 背水一战 制止死地而后生 看你王平有何话讲 这样吧 王平将军 你领人啊 看守大寨 待我过江扎营 就这么着耽误了一段时间 徐黄把人马带过来 徐黄人马刚带过来 黄忠赵云就到了 徐黄那个债还没扎住呢 赵云和黄忠啊 二位将军分了宫啊 一个是从南边杀 一个是从北边杀 像一把大剪刀一样 咔嚓着一下 就把徐黄给杀的 望风而逃啊 哎呦 他那人马又 掉在水里 淹死的也不知有多少 徐黄这一口气 败回了大营 他败回来这么一看啊 哎 王平可真冷当 你不让我看着营房吗 他就在江这边的营房里看着 去晃着去 靠啊王平 你有一头稀数啊 是怎么着 把王平吓一跳 哎将军 此话怎讲 你看见了 我让黄忠赵云杀的大外 为什么不出兵去接应我呢 王平心里可真有点不大痛快 徐黄将军 你在过江的时候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不要使这招数 这招数不灵 你不听啊 我怎么敢离开大寨 我要离寨局救你 我这一共有多少人马 这大寨被人家取了怎么办 徐黄一亲你这是全出多礼 来呀 将王平捆挡出去 与我斩手 王平也不答应了 怎么 我不是你的副将 我是副先锋 你要斩我 得问问卫王 王平把宝剑拉出来 这两位要火毙 这怎么能行啊 和这些军事竞秀 大家这一份劝 把两位先锋 算给劝开了 这王平回到帐篷里边 越想越窝火 越想越别人 气得还生汗气 想来想去 没路可走 就冲你这徐黄 我也不在你这干了 半夜三更 这位王平将军 砰 一把大火 把这银藏给烧了 然后他带领着自己的亲随小孝 跑过汉水 上赵云这投降来了 赵云他还知道挺痛快 太好了您来的 立刻赵云把他给引荐给刘备 刘备拉着王平的手 刘备早听人家说过 王平是汉中的活地徒 哎呀呀 对今日能得子军 汉中破手 可得意 又被封王平为天将军 有人家西蜀 得了一位大祥祷啊 刘备这乐呀 曹操这烦呢 合着我把这祥祷送给刘备了 曹操知道了 那还不知道啊 徐晃回去都说了 说我在汉水边扎营 我让王平看守大寨 我在这汉水上搭了这么一座浮桥 过去呢 跟黄中赵云异常苦战呢 可我万没想到这王平 感情是西蜀派的咱们这来的奸细 他要不烦我呀 这次我就大获全胜了 他这一反 是我守伪难顾 幸亏搭内浮桥啊 不然我带去的这些人马 都得淹死在汉水用 合着你王平劝他 别在这水边扎寨 这贝水一战不灵这事 他没说 哪能说那个呀 曹操没听完 就把脸色沉下来了 身为先锋官的 这么点常识能不懂吗 哪能在汉水江边扎寨呀 那贝水一战 那得分什么十块 天日韩信曾贝水一战 在用兵上有志之死地 而后生之说 今天 你用这个战术怎么能行啊 岂有此理 哎哟 徐晃机灵打了个冷战 心说我们魏王真厉害呀 合着 我的事好像他看见了一个样 曹操喝退了徐晃 一旁站下 看老夫亲自 净兵 曹操领着人马杀上来了 他杀上来了 你那战武人皇宫 恐怕孤寨难守 夸的一下 把人马撤回去了 撤到汉水一袭 和曹军两军是隔水兴了 这时候刘备和孔明 已经兵临前寨 带着人马来了 孔明坐着四轮车 出德大寨来 查看查看地形 只见在这个汗水的上流 有一带土山 朱布亮一看这个土山后边 可以埋伏些人马 最后他又望着曹营的方向 看了看 朱布亮为然一笑 把手里的大扇子密摆 吩咐一声 回应 军师坐着四轮车又回来了 回到大帐秉政归坐之后 他把赵云叫过来 子龙啊 我给你一支令箭 赵云赶忙把令箭接过来 说你带领五百精兵 多备战骨与号角啊 埋伏在这个汗水上流土山的后面 不要轻易出战 曹操出兵来要战 我们也不理他 那么你在那埋伏着干什么呢 你就听我营中的号炮响 我营中的炮声这么一响 你就在那里肋骨吹号 炮声不响 你就不要动 赵云一听这差事不错 合着就是吹吹打打 这到省力气 尊令赵云阵员大将 那真是百中挑衣啊 让干嘛就干嘛 怎么丰富怎么试 这样换了别人 你们不干呢 怎么 现在我已经加分为虎威将军了 你让我带些骨号手 在那吹吹打打 这就干什么呀 能杀敌则杀敌 能打仗则打仗 不能打仗 你就让我歇着 人家赵云没这个 他亲自去挑选 挑了五百名军校 让他们呢 都准备好二百五十遍大鼓 二百五十只号角 谁 这些军校 看着赵云都乐了 赵云一看你们笑什么呢 四将军 军校和赵云的感情啊 是特别好 在赵云将军面前 有什么说什么 怎么想的怎么说 可是四将军子龙 从未见过呀 说我是将军 你是士族 你敢这么问我吗 这就敢问 可赵云呢 还就给解释 说咱们这不带马皮 不带刀枪 弄这么些大鼓 干什么呀 哎 军师已经吩咐了 咱们呢 到时候就吹一号敲鼓 还不能轻易吹 轻易敲 咱们大营这下多着一响炮 咱们就开敲 他什么时候响炮 什么时候敲 他不动 咱别动 哦 四将军 那咱们这大营的要半夜响炮 咱们就半夜敲啊 嘿 大伙一看 这也热闹 众军孝跟着子龙 来在土山后边埋伏好了 他们往远处这么一看啊 哎呦 那草草的营寨呀 这一大片 好家伙 这么多营寨呀 有个老军就说了 这么多营寨 这才几座营寨 你打过大仗吗你 想当年曹操兵取江东的时候 带领八十三万人吗 炸成百万 那营寨炸了好几百里呀 是吧 哦 你就看热闹吧 你看咱们军事怎么胜曹操 等着咱中兴大营炮生 怎么一响啊 咱们就开吹 开敲 好嘞 这些军校 攥着拳头 瞪着眼睛 拉着架子 等着这忠心大营点炮 没动静 这些军校回过头来 一看赵云将军 真稳当 一点也不着急 赵云是坚信不疑 信谁 军师桌子亮 军师既然这么安排了 他准有他的办法 准有圣敌之妙策 所以那儿想靠 我就开敲 没动静 我就在这儿眯着 忽然有个军校跑来禀报 将军们看 曹操出兵了 好 子龙挺身这么一个 可真是啊 曹操亲帅 大队人亡 到西蜀 大营前讨战 他讨战呢 这大营里边 一个人也不出来 你瞧这怪不怪 往上归行就行 曹操摆手 不行 怎么呢 诸葛亮是什么人 你看这营寨里边 没有动静 那不定设了多少层埋伏呢 咱们是只能在这儿叫战 可叫战他不出营了 曹操想了想 不出营了 咱们战且收兵 明日再来要战 那了会的朕 曹操又把人马带回去 这时候 诸葛亮君是在哪呢 在密林深处啊 遥望曹君呢 那时候 没有掩体隐蔽锁 可这密林深处啊 你也很难发现他 诸葛亮看着一清二楚 曹操怎么骂朕 怎么进兵 怎么退兵 都看见了 没搭理他 等到晚上了 诸葛亮君是 趁着四轮车出来了 举目这么一看 曹操中 灯火通明 把灯都点起来 诸葛亮看完了之后 回来等着 告诉军校 只要是曹操中 灯火熄灭 你立刻来禀报 在大仗中 等到夜制定更 有人来报 曹操中灯火全熄了 看来是睡了 诸葛君是微微一笑 哦 曹操映熄了灯火了 好啊 来 传我将内 点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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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卡银炮声响了 赵云双惊一瞪 来 鸡鼓 鸣号 咚 好 好酒声 鼓声 响成了一片 惊天动力 加上了 营里边的炮声 这鼓炮声 混在了一起 可把曹操影给吓坏 曹操影里边的军校 劈了扑 全都蹦起来 那武将一个个顶盔冠甲 赵铺树袋 赶快带马 军校 全把兵器抓在手里 曹操啊 配着衣服 赶快跑出了大帐 不用问了 诸葛亮已经派人前来 劫营来了 要严加防守 寺外全都安排好了人了 有人来禀报 说骑柄大王 大营四周 一人没有 啊 奇怪 操作听着大门 那这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热闹 现在还有动静吗 炮声也不响了 鼓也不敲了 不是一场虚惊吗 这场折腾 您琢磨琢磨 这已经一个多精词了 二经天开始那响的炮 敲的鼓 现在三斤多 快四斤天了 行啊 回去睡会儿去吧 曹操领着人回来了 刚躺下 诸葛亮大营里炮又响了 这鼓号齐鸣啊 这一手把曹操给折腾他 第二天啊 眼炮都肿了 怎么办呢 还得打呀 他领着人马又出来了 人家西蜀大营里 还是不出战 如续者三天 您说这谁受得了 白天领着人马呼号在那要战 晚上成宿熬着不睡 熬阴啊 铁打的人也受不了 这不睡觉啊 当是个小事儿 主要曹操心里不踏实啊 他不知道诸葛亮用的是什么计策 曹操一想啊 不行 我得往后退一退 我给他让出一段路来 我看看诸葛孔明用的是什么诡计 他传令 兵退三十里 哗 曹操人马退下去了 刘备问诸葛亮 说这是怎么回事儿 怎么曹操就在这儿待了这么两三天撤兵了 诸葛亮笑了 诸公 曹操啊 很会用兵 他虽然深知兵法 但是他不知道诡计啊 把刘备也说笑了 那军师咱们怎么办呢 咱们赶快兵渡汉水 是备水结营 刘备一听 哎呦我的军师 那不危险吗 如果曹操杀上来 咱们后无退路 前部无法进兵 那可怎么办呢 主公不必担心 我已经如此这般做好了安排 哦 刘备这才放心 人家西蜀军啊 渡过了汗水 把营寨扎下了 曹操一听什么 诸葛亮想跟我背水一战吗 那好啊 这回你还敲不敲了 还想不想泡啊 我再会会你 曹操领着大军杀回来了 这回不领着人马到你的圆门前要战了 怎么办 曹操亲笔啊 给诸葛亮写了一封战书 你敢不敢用战 被这战书送到了西蜀大营 刘备和诸葛亮看了看这战书 诸葛亮提起笔来 在这战书上写了四个大字 是来日决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